OK好,各位觀眾們晚安 今天是10月28號FGO每週快報 對,還是照慣例來說 每次到了禮拜天的晚上 然後就... 好,又是禮拜一了 十月快結束了啦 那因為今天剛好是十月最後一週 所以還是先預先提醒一下 因為畢竟10月30號那一天 大概我可能也不會開直播 所以還是跟各位先提醒一下 那主要就是商店的部分 那你們要魔力靈境兌換的呼符 欸,幹,老師我還沒換 好,那基本上就是這些魔力靈境的呼符 趕快換一換,你還有三天的時間 所以記得先換 好,我先把他換起來 我先把他換起來 免得我忘記... 欸,我有多少綠方啊 喔,我還有五千個,可以可以可以 就記得把他換起來 欸,不要忘記了,不然很可惜 欸,不然萬一沒有換到就...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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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浪費了一個月 好,我們就把他換起來吧 OK 對,那...然後... 嗯,十月結束的話 下個月就...下...下禮拜就會進入十一月 那十一月...好,我們等一下我們來提 基本上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就來講... 嗯...三個大概念吧 嗯,三個大東西 呃,一個就是...下禮拜 我預計啦齁,我預計是下禮拜五 或下禮拜... 我當時就講下禮拜五,還是下禮拜四? 嗯,應該下禮拜五 就是下禮拜四或下禮拜五 會復刻的第一次的... 咕打咕打本能寺活動 嗯,本能寺活動 那...接下來 我會再稍微聊一下這一次日版的一個萬聖節的... Oni-lando 欸,就是水啊,不是鬼...鬼樂園 對,Oni-lando鬼樂園 然後最後我們會來聊一下這個... 很悲哀沒有業配的AGF2018限定商品 對 Anime...呃...它叫什麼啊? 欸,我忘記它全名叫什麼了耶 糟糕 好像是Anime Girls Fan...Festival吧 Anime Girls...F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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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好,那這個等一下再說好了 這個等一下再說 對,這個是最後可能就稍微...稍微簡單提一下 嗯,感覺是禮拜三 不好說啦 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 這個...就...不一定了 我是記得是...三吧 還是...四 嗯...好,沒關係 呵呵呵,對 那...下禮拜呢...尾巴是本能四...啊 不過等一下,在進本能四之前先講一下 那這一次的...這個...2018... 嗯...這個...更新的部分 那今天已經幾號啦?今天已經28號了 所以...今天目前...接下來還有幾個角色 如果你們真的想抽的話... 唉...還有什麼 不過接下來要抽 接下來這一次的白色情人街卡池 要抽的話我覺得大概就有現在的特斯拉 因為...特斯拉是...故事限定 那...還有之後的庫夫林 欸,下禮拜三的庫夫林 歐魯塔 這兩隻可以抽啦 其他說真的就不用那麼...那麼急 對,因為畢竟是常駐 0.3%...雖然是0.3%機率 不過也是有可能噴出來吧 呵呵呵呵 對對對 根...根據...根...根據這個經驗來講 嗯...也是有可能噴 如果是禮拜二是不是? 好吧,如果是禮拜二就禮拜二吧 這個...這個我也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就是... 呃...確...確定是什麼樣的狀況 對,所以只能說...那...可能本能四...就在那個...那個時候復刻吧 那這陣子說真的啦 那...都是...都是漲草期啦 你看我的體力也基本上沒有在動 那...反正現在這個時間大家也都知道 就只有兩件事可以做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去...打你們的... 打你們的...總火 喔,掰掰 對,打你們的總火 然後打你們的QP 就這兩件事啦 那不然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很缺心臟的話 那就去...心宿的御苑 欸,不過御苑好像是隱藏關卡 我是不是連御苑都還沒有 有嗎? 嗯,好像沒有 2 欸,是要打哪一關才會出御苑啊 好啦,隨便啦 反正我忘記是... 你把關卡打一打 反正會有一個心宿御苑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唯一你們可以打... 心臟的情況 所以...現在整體來講 你們現在...這個時間 期間點你們能做就三件事情 欸,就是...總火 然後...QP門 然後跟... 啊,四丁木嗎? 是四丁木是不是?心臟 喔,不是御苑 好吧,四丁木...喔,就這一關是吧 就這個啊 就這個是不是 好,四丁木 喔,四丁木打完就會有了 好,可以把四丁木打掉 那基本上就這三件事情可以做 所以... 我相信啦 這個禮拜應該是大多數的人 都是在打心臟 然後在長草 或是去玩別的遊戲 比如說什麼失落的龍伴之類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禮拜 大家其實會開FGO的應該... 應該不多 嘿,應該不多 我相信啦 看我講對不對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禮拜 真的應該大多數人 就是打開這個遊戲 然後上線刷個三場 就關遊戲了 應該真的也沒什麼 太多事可以做了 所以... 這個也是我一直常講的 FGO長草期的時候 幹,真的沒什麼事幹 真的沒什麼事幹 真的很要命 還好啦,就當休閒 我這禮拜也回去玩了一下 那個龍族拼圖啊 也很開心啊 對啊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龍族拼圖現在執行的集型版本 居然這麼強 然後我就組了一隊 我覺得幹好威猛喔 嗯 心臟掉率喔 我記得心臟掉率是一百... 七十一... 好像差不多一百四一百六 差不多一百... 一百多喔 一百四五十AP那邊 一個啦 一個一個心臟 所以差不多就大概是那樣的範圍 好吧 那我們 雖然本人士目前的整體活動的內容 都還沒出來 呃...我們還是先稍微來簡單講一下 這一次本人士 嗯...有一些什麼重點好了 那... 第一個 這一次的本人士呢 是你可以拿到... 欸這個... 信長的最後機會 可以拿到 這一次之後目前是完全沒有任何機會可以拿到的 那現在來講 台版 就是繁中版 唯一一隻已經確定絕版的 角色叫做... 啊對不起 有兩隻已經確定 確定絕版的角色 一個就是聖誕黑傻 一個就是... 那個誰 萬聖樹龍娘 對 就是這裡 嗯... 嗯... 萬聖樹龍娘 跟... 我們的... 聖誕黑傻 那這兩隻是已經確定絕版了啦 那... 一直到目前 我可以直接跟你們講說 到目前來講的日版 到目前日版的兩年之後 目前還完全沒有任何機會 可以讓你拿到 這兩隻角色 因為當時是其實很多 我們有在猜啦 當時玩家是在猜說 會不會第三年的聖誕活動 欸就跟你說你可以用金方 比如說五個金方 或者是幾個金方 去... 兌換這種已經絕版的角色 因為他卡石... 那他活動沒有復刻 可是... 目前情況看起來是... 沒有 對 目前看起來是... 完全... 還沒有這個... 機會 呃... 小黑的狀況是... 小黑... 魔法少女一定會復刻 那... 一定... 我不敢說一定 99.9%一定會復刻 那復刻的時候 一定可以拿到小黑 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復刻 對 但是依照目前整個FGO活動 都有復刻過的情況下來講 是指日可待 只是那個帶字的第一筆畫還沒有畫下去而已 所以... 指日可待 懷抱希望 並且等待 就好了 大概... 呃...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 我是覺得... 現在的情況來講 那... 信長是真的可以... 可以考慮拿起來的一隻角色啦 嗯... 那... 他在一些蠻特殊的關卡情況之下 雖然還蠻好用的 因為... 信長他大概的幾個特色 第一個是他2技有神性特攻 然後他的寶具有騎乘特攻 所以... 在特攻對到的情況之下 他的... 火力... 單純寶具的火力 因為他寶5嘛 假設我們拿滿是寶5的情況之下 他的單純寶具火力 所以事實上是贏過絕大多數 不能講絕大多數 應該是贏過所有的寶1五星角色吧 應該吧 嗯... 好...我沒有實際算過 但是... 我感覺應該是啦 嗯... 看... 有沒有...這就是應該派 體感派的玩家 我們現在不是那個數據派的玩家 如果...如果有人有詳細數據 也可以講一下 但我... 但我印象來講的話 你2技練滿或怎樣 騎乘特攻基本上有對到 然後有克制到 應該是... 贏過幾乎所有的... 寶1的五星角吧 不過有寶解的我就... 我就不太... 不太敢確定就是了 對... 那更別提他基本上神性特攻 如果今天神性特攻 跟這個... 騎乘特攻對到的話 至少... 應該是可以跟寶3左右的... 如果雙特攻都有對到的話 呃... 騎乘特攻很容易 基本上一狗票的箭子都有騎乘特攻 都有騎乘好嗎 來我們來隨便點... 點幾個箭子來看看 駕王好像沒有騎乘吧 駕王應該不會騎... 有騎乘 我還以為只會我... 沒事 駕王會騎乘 好... 騎乘不錯... 騎...很好... 你看這傢伙有騎乘 小莫也有騎乘對不對 每個都可以騎 不是... 我是說每個都會騎 都會騎嘛 你想嘛對不對 畢竟那個年代嘛 身為一個皇帝 總是應該要會騎馬對不對 那小莫身為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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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瑟王的兒子嘛對不對 會騎馬也是理所當然 自古上戰場 君主當然要騎馬 才能夠縱觀戰局 你知道嗎 一隻馬大概有1.5公尺高 所以你騎在馬上 你的視野就寬廣 你視野寬廣 才能夠縱觀整個戰局 才能知道敵人從哪一翼進攻 你敵人到哪一翼進攻 你才能夠指揮你的部下 所以身為一個君主 能夠有騎乘技能是非常的合理 對吧 然後你看看 像這個沖田啊 也會騎乘啊 你看他為什麼會騎乘呢 因為新選組 對不對 也是要騎乘去跟那個 當時的... 那個維新的戰亂嘛對不對 騎乘才能夠跑得比較快 才能夠作戰 所以騎乘也是很合理的 亞瑟王會騎乘當然也是很合理 你看每隻都馬有騎乘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來看看還有誰有騎乘 你看賴光也會很騎乘嘛 你看賴光 還A加一點就是很會騎的樣子 我是說騎馬 你看賴光身為一個武將 對不對 原賴光身為當時的元氏的大將 會騎馬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我看看齁 其他劍職 龍鳥好像就不會騎乘了吧 你看果然就不會騎乘 你看一臉智能不夠高的樣子 藍斯洛特會不會騎乘啊 也會嘛你看 他也會騎乘嘛 跟我87%像 對不對 羅摩也會騎乘 羅摩也會騎乘 OK很好 死馬奶會不會騎 他只會騎龍吧 好還是有騎 騎龍也可以當騎乘 尼路 駕王有尼路就一定會有 百合一定也有 好吧 所以你看 基本上 你看所以基本上 目前我們晃過來的情況之下 你看這些 劍職大概八成以上 都有騎乘技能 都有騎乘技能 凱薩應該也會騎乘吧 看起來就很會騎的樣子 你看有啊 騎乘 馬會被他壓死啊 他也有騎乘 你看劍職每個都有騎乘 所以他基本上每個特攻都對得到啊 你看小貝一定也會騎乘啊 對啊 你看每個都會騎乘 所以 所以 基本上說實話啦 劍職 都 都能騎乘啦 兩個特攻掉對到排第 沒有啦我說一個啦 排第四也很高啦 就以一個免費角色來講 就 就已經 就已經很OK啦 那再加上說 再加上說 他還有神性特攻 不過神性特攻就不多了啦 你要同時 比如說有直接克 又有 神性跟騎乘特攻的 我記得我們剛剛講的 其中一個羅摩有啦 對不對 羅摩 羅摩我記得是神性騎乘雙特攻 對啊 你看神性騎乘雙特攻 然後 賴光 賴光 賴光也是神性騎乘雙特攻 而且賴光還有一個滿大的特點就是 賴光還滿常出現在 關卡的第三波 我印象啦 我印象啦 我印象說賴光其實 還很多時候會在 比如說 在活動關卡裡面出現壓尾盤 所以這種時候其實就會 就算很好用 那其他神性的話 我記得凱撒是不是也有神性啊 我記得是不是凱撒也有 對 凱撒也是神性加騎乘 還會有誰 阿提拉好像也有 我記得阿提拉也是神性騎乘 對阿提拉也是 所以你看有一些神性加騎乘的這種答局就真的很痛 所以 OK OK 欸我想一下 台版還沒有凱撒玉拳 凱撒玉拳應該我記得也有神 也是神性加騎乘啦 嗯 凱撒玉拳應該也是 所以 很方便啦 我就只能講一句話就是 可以的話 拿吧 拿吧 活動角送的角色 不拿 白不拿 然後 看看阿 嗯 等一下還有什麼 凱撒為什麼有神性喔 呃 凱撒為什麼有神性 其實我也不是很熟耶 呵呵呵呵 好有沒有人知道 不然我就會翻設定級啦 我這邊有設定級是可以翻啦 那你有寶武閃閃跟這個 這個當然是一回事啦 不過大多數人家如果沒有那麼多的話 還是這些角色就 就加減用嘛 對啊 就加減用 真的是OK 嗯 那 我有啦 我是有設定級 但我現在有點是 是是有點 有點就是 去哪 要哪 是有設定級啦 幫我偷看一下好了 我偷看一下 第一集有沒有寫啊 這人應該是會提吧 他的神性應該會有提吧 我來看一下好了 第一集裡面應該是有凱撒吧 我來看一下他 他這邊的神性是為什麼會有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凱撒了 凱撒神性是怎麼來的 我看看 喔 他說是維納斯啦 嗯 他說是 神性 女神維納斯的末裔 然後死後因為神格化 就有了低等級的神靈 好吧 所以他是維納斯的關係 所以 基本上 就有了 他說有就有 他說有就有 可以 你們說都算 印度宮沒有 這邊沒有印度宮 我那邊自己有 但是 這個帳號沒有 對 這個帳號沒有 沒有印度宮 這邊有中文版嗎 沒有 這一系列都沒有 這一系列喔 這一系列是Type Moon出的 就是FGO的 單純的設定級 想像是現在出到第五本吧 現在是出到第五本 所以 他裡面的話 他基本上就是照 角色順序編號啦 這本 這一系列我覺得還蠻推 所以可以拿起來看一下 而且 裡面 裡面有很多的設定 是FGO裡面 沒有提到的 就是比如說 很多人是比如說 他們有 第二寶 寶具啦 然後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的 的設定之類的 就還蠻蠻多東西 可以看的 對 這一本喔 我記得沒有很貴啦 多少錢 啊 我有點忘了 這本是有多很多細節啦 嗯 像他也會講一些 就是畫師自己 自己自己自己講 講的內容 五百八 我有點忘了 因為太久以前買的 對 我其實有點忘記 多少錢 台灣有啦 台灣 台灣有 嗯台灣有 咳 啊 之前我也講過 九屯有第二寶具 那第二寶具就是 即死 所以就超要命的 啊 不過 不過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你們講到凱撒 凱撒是 維納斯的那個 的 的 的後代的話 我稍微講一下 這次日版最新進度 有 稍微提到一點 欸 就是這次日版的萬聖節活動 沒有 也不會有什麼捏他 只是在講他就說 他中間有一段劇情是 凱撒說 如果我穿泳裝 就是我的靈機變成泳裝版本 就會變很瘦 然後就會變得很瘦 然後 有沒有講很帥 我忘了 他應該只有說他很帥 很瘦 然後 然後 旁邊的艷后就在說 可惡我好不容易已經習慣 你已經那麼胖了 然後居然要變瘦之類的 所以 所以 我在猜啦 可能是買禮裝梗 或是買角色梗 他有 我記得有明確講到這句話 就是說如果我換上泳裝的靈機 就會變瘦 凱撒自己親自講的 所以 我看到那一段話就講說 哇你現在要買梗 你真的要出凱撒泳裝嗎 對還沒開放01快 開放01我給他吃100級 欸幹 當我沒說 沒事我沒講話 好 那 除了這一點之外的話 呃 那個 好我們繼續來看吧 那 這一次來講的話 本人4我還是蠻推薦你們 都把他打一打 為什麼 因為本人4的 素材很多 嘿 本人4素材很多 特別是如果你們是 剛進來的一些人 或者是 比如說有在缺素材的一些狀況的話 我強烈建議 把 這一次本人4的素材拿滿 那我稍微講一下 大概有哪些素材好了 呃有心臟 有爪子 有齒輪 然後人造人小瓶 體鐵 書頁 霜金 灰塵 毒針 羽毛 龍靈 有沒有很多了吧 你們平常應該已經很久很久 沒有看到有這麼多的 多的這麼多的素材了吧 那 金素材 像是心臟跟 龍靈的話 我逆靈應該是10個啦 那 因為金素材通常都是10個 然後其他什麼 爪子 齒輪 小瓶啊 體鐵 書頁 霜金 灰塵 毒針 正沒有 就這幾個 已經 不錯了 而且書頁應該很久 我記得書頁 很久沒有給了 所以大家要缺的話 應該會滿缺書頁的 就是 單純如果講缺不缺的話 書頁算很缺 精靈跟 沒有 精靈跟等之後吧 精靈跟吃的人不多 所以建議打一下 那 如果你是去年 就已經有打過的 玩家的話 齁 那麻煩下禮拜 活動開場的時候 就趕快先把 那個 本能4的一些 東西放上去 像比如說 歐子就放置充田啦 然後你就可以把 本能4的一些 相關的禮裝 丟上去啦 欸 像是這個 古大歐的這個 提升這個 點數的啦 那公職 就趕快把 信長放一放啦 那你就看你們一些角色 基本上放這兩隻啦 大概 呃 沖田跟 如果你們有的話 沖田跟信長趕快先放上去 然後再把那個 相對應的一些禮裝 丟上去的話 嗯 這樣子對好友的 對一些新玩家 或是對好友的幫助 算比較大 那 這一次 其實 嚴格我講的話 本能4 因為是早期的活動 所以 他 不算很親民 我所謂的 不算很親民的 的 概念就是 他不太好農 打起來 沒有很好打 那 有些地方 沒有那麼直觀 然後整體的點數需求 算有一點點多 所以 呃 你們打起來會有點辛苦啦 我先講打起來 就是 純新玩家來講 打起來 會有一點點的辛苦 但是 優化過嗎 陸版那邊有優化過 但是在 日版的方面 是 沒有優化過的 那 我不確定 因為當時第一版 就是 繁中版的出版 是參照 B B服的版本 那 我不確定 復刻版本 會不會一樣造B服 不過應該是啦 理論上應該也是 造B服的輕量版 但是 我目前沒有查到 B服當年的輕量版 是 修正過的 還是沒有修正過的 如果這邊有觀眾 有當時有在玩B服 可以幫我確認一下 就是當年 B服版本的輕量版 是有修正 還是沒修正的 我想稍微確認一下 因為這個稍微差蠻多的 因為他高階素材 最後一個素材不好打 所以當時來講 算是要農得比較辛苦 算是要農得比較辛苦 這個是 本能4的一個部分 然後 本能4呢 也有一個所謂的 禮裝 呃 對不起 點數 就是 照你的 點數累積去換 那個 枝田信長回來 那 枝田信長的話 要打滿100萬點 就可以拿好保5 然後 當然 因為我這邊講 可能你們不太熟啦 那 如果你們要看的話 可以先去看去年 我做的那個 上一次 去年 對 去年的那支攻略影片 基本上9x9是一樣的 那一些不太一樣的部分 我會下禮拜 會再有一支 稍微更正的影片 就是做個 做一些 比如說你沒有什麼不同啦 或是有一些修正的部分 我會提醒 黃金天國依然比照B幅模式 是 呃 事實上不只比照B幅模式 我記得日版在輕量版本 也就是復刻的時候 一樣 是改成了 不打 也不會消失的狀況 我感冒嗎 沒有啦 就鼻子有一點 有鼻涕而已 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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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 那 黃金天國的部分 就是讓你去賺點數的 基本上只要你的加成夠 黃金天國大概可以讓你拿到80到90萬的點數 也就是講白一點 如果你今天的目的 只是要拿滿 呃 信長寶五的話 就是寶五全靈機 基本上你只要打個100萬點 你自己再多打個10萬點左右 就一定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非常非常的簡單 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那額外的50萬點 就稍微要花一點時間 那不打 也沒什麼啦 就少一個傳承結晶而已啦 對 本能四路 就可以啦 但是我相信你們打過本能四 就會覺得不是一個很好打 就是OK 那特別是如果像B幅一樣 有稍微修正過的話 就更好 就會更輕鬆許多了 那 這次活動 需不需要課 雨根傳染 什麼雨根感冒了嗎 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雨根感冒了我一定要把他掐死 只是他感染我了 不會把他感冒了嗎 別鬧喔 別鬧喔 好 那 這邊講一下 沖田總是要不要抽齁 以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講 當然去年我 去年的時候我一定跟你講說 啊 沖田總是抽啊 這麼好用的劍值 這麼順手的劍值 幹嘛不抽對不對 好 對 當然去年來講是沒有錯 但是現在來講還是就有點不一樣了 現在來講就不一樣了 現在來講就不一樣了 現在這個時間點 呃 大概接下來一年內都還是紅卡隊獨大的情況 所以 假設如果你們有武藏了 嗯 假設有武藏或駕王的情況之下 沖田的必要性就真的沒有那麼那麼高了 對 沖田的必要性就沒有那麼高了 雖然你可以說 嗯 等到之後術師降出來 他還有一次更發揮的機會 不過 那是以後啦 以後再說啦 反正他中間還會再復刻 所以我講說 如果假設你有武藏有駕王的 的狀況 其實就沖田就真的沒有那麼急了 那如果你真的很缺單體劍 唉 呃 純戰力考量的話 我還是覺得 那你還不如等一等 再等一隻武藏吧 因為梅林跟武藏配合度 太好了 對 真的太好了 對 那不然如果你們專門是賣萌 以萌度來講 還是以這雙角角來抽的話 當然就還是把它抽起來吧 如果你沒事以絞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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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抽的話 OK啦 只是 可是沖田比較可惜的是 他的技能都太舊 對你看他三招技能全部是一回合的 除了星眼是有三回合的暴擊威力 然後他的集星一回合 Q卡性能提升也是一回合 算... 唉... 比較可惜啦 主要是技能組太舊啦 那他的機體性能沒話講 就是Q卡的性能啦 然後NP回收啦 打星啊 都OK 只是技能來講 就看有沒有機會 改造一下 但是也... 不太會動啦 應該動的機會也不大 然後接下來就看有沒有機會寶具解放了 寶具解放 我覺得更難 我覺得最好的幾次寶具解放 就不給他 明明就已經 復刻過一次 就 不給寶具解放 為什麼不給他寶具解放呢 氣死人 對 為什麼不給他寶具解放 對阿 對阿 他的腳阿 嗯...的話 呃... 如果以現在三隻五星單體劍來講 我最推薦哪一隻喔 呃... 純以無腦度來講 我基本上 還是算推薦... 五臟啦 純以劍值來講 我推薦五臟 因為跟美靈契合度很高 那如果你有考慮到 比如說所謂的 輔助面上來講 那就是駕王了 因為駕王可以做輔助 嗯... 那就只是單純看你 看你要怎麼... 怎麼應用 怎麼...你覺得怎麼樣 比較適合你 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你還要跑一些 比如說像是 齊小莫的什麼3T回殺 藍卡隊的一些什麼周回的性質的話 那當然就是選駕王會比較好 那你如果純考慮 單體劍的強度來講 當然就還是武藏比較方便 對 武藏比較方便 好 那... 這一次來講 我還是建議要抽一個東西啦 我強烈建議抽一個東西 如果你們 有課金的人拜託把它抽起來 我真的強烈建議把這個東西抽起來 把這張抽起來 真的 我強烈建議 就是行有餘力 我先講喔 行有餘力的情況之下 我拜託你們把這張抽起來 好如果啦 我先講 如果你們是 沒有在課金 然後又是很 很無所謂 然後就是 反正講白了就是鹹魚玩家 鹹魚玩家 就不要聽我這句話了 鹹魚玩家這句話 就當然沒有差 就抽不抽無所謂 但是如果 你是一個 有算是有在課金 然後偶爾會想玩一些 花式過關 那有一些 又有一些特殊情況 你會想拼一些 比如說很精彩的周回 或是一些特殊用途的情況之下 那這一張建議抽 那一張就夠了 一張 嘿 塗滿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一張就好了 一張就好了 大致上一張就夠了 那 這一張的特色在哪裡呢 這張在花式的變化上面 非常好用 第一個 他是目前唯一一張 三回合嘲諷狀態的禮裝 唯一一張喔 三回合嘲諷狀態的禮裝 再來 他攻擊力提升60%三回合 塗滿是80% 塗滿更威啦 不過 恩 因為你們也知道 活動禮裝要塗滿 有的時候很看運氣 搞不好 你的充電都抽到兩張 這張還沒有抽到第二張 所以 我會不建議說 一定要塗滿啦 但是 他的兩大特色 第一個是 他有三回合嘲諷 第二個 他塗滿之後 攻擊力是80%或60% 60%增幅耶 你們看看現在 哪一張禮裝有60%增幅 黑杯 60%跟80% 基本上他也只有寶具 這是全面提升 這是全面提升60% 在速攻的時候真的很可怕 那除了攻擊60%之外 最重要是他這個 嘲諷的效果 他嘲諷效果可以讓一些 砲灰趕快下去 那我講說為什麼 比如說砲灰比較趕快下去 就像你們之前 如果看我一些3T影片 像我最喜歡講嘛 這遊戲有哪一些 哪一些最適合 像砲灰的角色 這位嘛 你看 好雖然我沒有把小葉曲練出來 你看 這個角色就是 上場 1技開下去 全體來模放 3技開下去 拿滿心 然後他就準備下場了 對不對 像這個角色就是 你完全不需要他站在場上 可是他的技能又很猛 所以就是 上場 技能丟完 下去 就是比如說 像這位就是第一位 最適合他的禮裝 然後 還有像一些 上來 像這位也是啊 這位也是啊 上來 紅魔放 加NP 下場 類似這個樣子 然後 還有誰 那 反正就是那些 你看起來就是 很適合上去下來的那種 就是只有技能有點用處 然後本質在場上 只是一點毛 一點一點毛都幫不上忙的那些角色 就是非常適合這張禮裝 所以他 很適合 速刷也很好用 那 花式過關也很好用 對 攻擊提升是加自己 沒錯 塔喵喔 塔喵我就不確定了 塔喵 有沒有很適合上來下去啊 塔喵是可以上來下去啦 也可以啦 對 對 或是給德翁瑪莉 對阿就丟完技能的輔助 沒錯 就上去就下去了 阿大衛也是 大衛也適合 阿不行 可是大衛的迴避也會放到自己身上 所以他會多擋一次 對 60%也是三回啦 哪有整場 整場太兇了 那剛剛我看到有位觀眾講說 欸 欸 都 這張 阿剛剛有位觀眾講說 好這個 好這塗滿了不要 這個也塗滿了 這個好 有剛剛講說 欸 那爹阿 你說萬聖學妹不是也有一樣的效果嗎 我為什麼要去抽看板娘呢 呃 看 看清楚 萬聖學妹的嘲諷就一回合 好啦 當然如果你要一回合下去 這個沒差 問題是萬聖學妹後面那個 幹嘛 防禦力提升60% 就下不了場啦 他很高機率 就等於他的血有兩倍 莫札特 莫札特你練到有 小葉雪的情況下 血大概5000吧 你給他帶這一張相當於莫札特有一萬血 一萬血的莫札特很難下場的 你知道嗎 他很難被打下去 叫他趕快下去好嗎 所以 呃 所以基本上我是覺得萬聖學妹的缺點在這裡啦 那如果你說新年學妹就更不要講 他還附帶一回合的無敵 那就更下不了場了 就更下不了場了 那 那 如果是這一次的 這一張啦 如果是這一次的這一張 我有跟你們講說可以加 如果你們沒有打算 你們如果沒有打算 要去 抽那個 呃 呃 叫什麼 嗯 好像我不能去換了對不對 幹 呃 就是這一次的極餓飛刀 如果你們沒有打算要抽看板娘的話 那不然你們可以加減拿的話 就是拿 這一張 嘖 極餓飛刀回來 對 就這一張 就這一張 呃那極餓飛到的 的兩個缺點啦 一個缺點是極餓飛到只有 一回合的效果 就是 如果萬一一回合沒有下場的話 那 就 這就是缺點 再來的話就是 他 呃 看板娘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速攻的時候可以有 爆發的威力 那這個就沒有看板娘提升攻擊的威力 雖然我們大多數時候是只要他下場 不見得需要他 呃提供火力 只是看狀況啦 只是因為他只有一回合 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所以 嘖 我真的是蠻建議 如果行有餘力的話 嘖 真的 把看板娘那張拿起來 而且 你錯過這次看板娘 基本上 沒有了 對接下來沒有機會 只有在未來有一次的大暗鍋裡面有 但是那個大暗鍋 是在目前 所有所有所有的五星活動裡 裝混在一起給你抽 呃 除非你很 你運氣很好啦 你們也都要這個遊戲抽卡很難抽 對不對 DA每次跟你們講 這個遊戲就跟笨手一樣 抽卡都很痛苦 所以 不要期待抽卡 對不對 這個遊戲 你怎麼會去期待大暗鍋呢 啊 跟土方那一次還有一次嗎 好吧那我可能還有一次是不是 好吧還有一次你也可以等啦 反正就先抽啦 那 所以我就要跟你們講說 這個遊戲的抽卡那麼困難 那 可以的話就看趁這一次 先把看板娘拿到手 看板娘是 真的非常非常 好用的禮裝 不幹 好不好 爹從來不幹你們的 爹從來不幹你們的 OK 好 呃 看板娘有那麼多次嗎 好吧 那開始我記錯了 金杜卡斯也有看板娘 喔 是喔 好啦那我記錯了 那反正有看板娘機會就把它抽起來吧 嗯 喔 所以抽前復刻就一定會跟著看板娘是不是 好吧那 那可能是 那可能是我記錯了 嗯好啦那 如果你們這樣確定帝都戰爭那些有的話 那 那就留吧 不過先抽啦 不過我還是講那句話啦 先抽起來 反正如果你遲早偷要抽 你為什麼不先抽起來呢 呵呵呵 對不對 反正 對啊反正你早抽晚抽 你想想看 你如果一年後你才抽的話 那你不就這一年內你都沒有卡可以用了嗎 你現在抽起來 不是可以讓你整整用上一年嗎 對不對 那當然啊 如果你確定要拿這張卡池的話 當然是現在抽啊 沒有錢 沒有錢 沒問題 我們這邊有最優惠的利率 最和善的DA 然後 最方便的貸款資訊對不對 等一下我下面留個電話 有需要的人麻煩跟我 跟我打電話 讓我們富力都用一日計算了 沒有問題 OKOK 好 嗯 所以所以所以就是這樣 對我們這邊的東西 現在都有最優惠的疑慮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OK 好 所以 可以的話我們就把它先抽起來吧 對這個是 反而是我 反而言格來講我覺得這張看板娘 比沖田來講還來得重要 阿姐阿姐阿姐 對她是阿姐啊 看不出來嗎 很明顯啊 我們的阿姐啊 阿姐啊 阿姐啊 當年 當年 我還 費特斯奈奈來講 我還蠻喜歡阿姐的 雖然她有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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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眼鏡 眼鏡 不過 不過以當時真的費特斯奈奈 的 的 的情況來講 我算是比較喜歡阿姐的 而且反正她 她以蟲者狀態的時候就沒有戴眼鏡 洗澡的時候也沒有戴眼鏡 所以 是沒什麼關係啦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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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你看 呵呵 好 然後 想想喔 OK 本能4的大概就這樣吧 本能4的大概就這樣吧 本能4的就這樣 因為你們還要在兩個禮拜的褲 我現在兩個禮拜的張超期 我以後要找主題來塞了 啊 誰洗澡戴眼鏡 我告訴你 你知道我有一次洗澡的時候 沒有戴眼鏡的時候 然後 我想要開水 我就看到一個黑色的東西 在水上面動 然後想說 奇怪我為什麼加水龍頭 是不是髒髒的 然後我就想拿那個水去一沖 結果我水靠近附近 那黑點開始快速的移動了 然後不羈的聲就不見了 然後那天 然後那天我洗澡的時候 我眼鏡就沒有拿下來了 好 你們大概 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所以那天我洗澡的時候 我就不敢把眼鏡拿起來了 我生怕它出現在我任何一個地方 對 所以那天 所以你們說洗澡不戴眼鏡 會 我還是戴了洗澡還是戴了眼鏡 就那一天 嗯 就那一天 唉 幹真的嚇死我了 幹真的嚇死我了 真的是頭文字區 沒有啦 呃 應該說本能4會為期兩個禮拜啦 但是兩個禮拜 就沒有什麼 蟑螂啦 不是老鼠 老鼠我不會怕 老鼠我沒有很怕 對啊 老鼠我是沒有很怕 應該說我當時以為是個髒東西 所以我是用水去沖它 根本沒有想到它會是 對啊 可是洗澡戴眼鏡你眼鏡會濕掉啊 我不會吧 我眼鏡都是放旁邊洗的 喔對啊 我記得鏡片上的魔怕高溫 如果久了 呃 你用熱水洗久了之後 你眼鏡上的那個膜會掉下來 因為以前我在美國的時候 就有一支那個眼鏡的膜 它用熱水沖就後來就 就用久了吧 大概兩年後來之後就掉下來 那支後來我就換掉了 呃 不過我必須要講啊 當時那個情況 當時那個情況 我會用那個 早上我會用熱水洗手跟洗眼鏡 那個不能怪我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冬天的水溫是一度到兩度 乾用那個 早上起來用那個水洗眼鏡洗手洗臉 乾太冷了 太冷了 一度欸 一度一度的水 乾 可是我當時在美國那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那時候真的太冷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最慘的是 如果 如果那時候天冷 你要把 你水不能關 這點可能台灣從一輩子都不會遇到 台灣不會遇到這個狀況 就是 天氣很冷的時候 你們家的那個水龍頭是不能關的 因為你水龍頭只要一關 你水管就會動 你一定要讓水打開 讓它慢慢流慢慢 就是一滴一滴或者是一定程度的時候慢慢流水才不會解凍 我就犯過兩次這樣的事情 有一次是半夜突然爆冷 然後有一次是我忘記開 所以 早上起來之後水水水就打不開了 然後我就說 我就直接打電話給那個房東說 欸不好意思 你請人來幫我幫我處理 他就會有派人來 拿那個小噴火焰噴槍去噴那個 室外的水管 對我不確定他是噴哪一段啦 那 其實應該說水解凍 還好 那你就運氣好 最怕的是水管爆裂 真的 最怕最怕的狀況是說 你今天結冰之後水管 啪唧爆裂 因為水結冰之後會膨脹嘛 那萬一剛好水管爆裂的話 問題就大了 那個才是真的問題比較麻煩的事情 你今天結冰沒有水用 大不了 大不了我就 我就 我就去別人家去找個朋友洗個澡 之類之類 就簡單啦 可是 你今天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就沒有辦法 爆掉就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很怕 我那時候想說 幹 不會吧 不會爆水管爆吧 是還好啦 結果來講是沒用 對 都運氣還不錯 呃 現在沒有玩了 很久以前有玩 水管那邊沒有暖氣嗎 呃 因為你水管有一部分 走室內的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你水管不可能全程室內 你水管 有一段會是室外 你室外的那一段就會解凍 那因為我當時住的部分是 我自己那邊是我自己的水管 沒有跟別人共用的部分 所以 他就會 他就會解凍 他就會解凍 對 河灣山雨果 夠冷的地方才會啦 對 夠冷這樣才會 嗯 室外的部分會解凍 室內當然應該還好 你知道水管如果爆了一次 那個水飛更可怕嗎 好吧 那接下來 看來 呃 本能寺的部分應該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萬聖節的部分吧 日版的萬聖節 日版的萬聖節 好有趣喔 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耶 接下來就是來看一下日版的 我現在斷一下 看一下喔 等我一下 俄羅斯 通常熄火就會開不了火 對 我好像有跟你們講過 我好像有提過 曾經我遇到過一次也是 冬天 然後很冷 那 那一次 下大雨 然後 我的車子被 被 冰起來了 對 我應該是有跟你們提過啦 我記得我是有大概提過這件事情 就是 下雨 然後 天太冷 然後我早上起來 要出門要上班的時候 幹 我車子被冰在 被冰在冰塊裡面 我沒有辦法開車 而且那冰很厚 那個冰大概差不多有 大概差不多有 兩 兩到三公分厚 應該沒有三公分 兩公分厚 哇賽 我沒辦法出門 全部被冰起來 從車 呃 我要找一下 我記得我好像有流 然後 那時候我唯一想的一個 一個發生事情是說 幹 怎麼辦 怎麼辦 出不了門 啊 然後 我那時候 第一件事情 我是先打電話跟從事說 我車被冰了 然後 你先幫我跟老闆說 我可能 趕不過去 然後我現在先想看看怎麼辦 對 我現在想要看怎麼辦 那 最後怎麼辦喔 最後其實 其實很簡單啊 最後我在家裡面 接熱水 就是一桶一桶的熱水 然後 我去倒 不能不能直接用錘子 直接從事 你會錘爆玻璃 不要 你傻啦 你直接用錘子太危險了 裝一桶一桶的熱水 然後用水桶 裝好之後 然後一桶一桶澆在車上 然後 一面一面澆 然後會慢慢融 然後融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有一個塑膠槌 日版 呃 美國的那種 呃 百貨公司或者是那種 車御用品店 他們有一種槌子 有點像是那種定音槌 就是 前面是軟塑膠的一個槌 就是他們那種捶冰的 因為他們車會被冰 所以 你衝到一定程度 再 把它敲開 敲開之後再一塊一塊的冰拔起來 大概拔起來會有這麼大一塊 直接用車窗在那邊拔起來 哇 很好玩 嗯 很好玩 你在東岸 我在哪 我在 我在Oklahoma 那邊不算太冷 但是還是會有遇到這樣的狀況 阿對對對 敲膝蓋那一種 就像小綠色那一種 類似 對類似 你就是 就是把它敲掉之後 就算你要把那個車子 然後 車子也要先熱車 你也要先熱車 然後去 然後要除霜 那些都要做 然後熱車基本上也差不多 我都會熱個十分鐘 有時候 我甚至是我早上起床 那先去車庫 把車子先熱了 然後 我就上回去 喝牛奶 吃早餐 然後吃完再開車子 對 就真的有時候會遇到一些很有趣的狀況 然後 我也曾經遇到過一次 那一次是我爸媽來嘛 然後 我要送他們回去 就是要送他們機場回台灣 剛好那一天下雪 剛好那一天下雪 然後 路上 還有冰 然後 我開車載他們回去 哇 你知道嗎 我真的是 開到覺得 超怕 我 基本上 那你們到達一般情況之下 以那種中南 因為Oklahoma算是中部州 這邊可能稍微稍微 稍微讓我先離題一下吧 稍微離題一下 中部州來講通常不太會下雪 那大部分的車子沒有雪胎 也不會有雪鏈 也不會有那種 就是通常不太會有 對應雪的那種 那種狀況 那 所以如果下雪 基本上 中部的州像是德州跟Oklahoma 這一種 只要一下雪 就一定是停班停課 都是停班停課 不管你雪 多大的情況之下 都會是這樣 那 所以只要一下雪 我們基本上都不會出門 那 那一次是沒有辦法 要上飛機 那我就一定要開車送他們去 然後我就想說 平常那個機場大概是一個 一個半小時吧 然後那天我提早三個小時出門 哇 開到很ㄍㄧㄥ你知道嗎 你知道開到有多怕嗎 然後路上車也是很多啦 就真的是你 你只要 不能踩煞車 你真的一煞車一踩一定會打滑 我那時候要下交流道的時候 我就有稍微想要踩一下 然後我車就 就是一個 然後滑到 然後滑到那個草裡面 然後再慢慢把它開回來 嚇死了 不過因為開很慢啦 因為 應該說因為那種 就是你下雪天 大家大概都開 時速 最多40啦 都開很慢 所以其實沒事 就只是慢慢滑到旁邊去 真的 真的我一踩 踩煞車 我就 車子開始往前飄了 哇 然後我記得那一趟 我下去 回來 總共開到 在高速公路上看到7個車禍 大大小小 基本上不會很 不會很嚴重 就是不是很嚴重的車禍 那但是就是你會看到有撞車啦 有什麼 就是7個 7個 7個還8個啦 我記得一路下去回來 因為那種州真的 我們那種州很少下雪 然後那時候我一個從北邊 呃...North Carolina吧 北卡羅來納 North Carolina來的一個朋友 就跟我說 幹你們Okawhoma人都廢物欸 雪天都不會開車的 羞不羞恥啊 我跟你講 對啦 好啦我們雪天就不會開車啦 就被他們嘲笑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是下大雪還是要上下班 就像剛剛有觀眾講說他在東岸 就是如果那種這樣 沒有雪鏈也沒有雪胎 因為一年下不到兩次 真的Okawhoma那種地方是一年下不到兩次 所以不會有特別去 去弄這種東西的時候 就是下雪我就不出門就好啦 對啊 我為什麼一定要出門 我一定要趁下雪的時候出門 所以 所以大家其實沒有什麼 對雪地的一些 應對跟一些 裝置啦 但是住一些 北北邊的 北北北部的話 就一定會有 會被笑啊 怎麼樣也沒有差啦 他那只是好笑而已啦 就是會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南部很少下雪 所以你們會覺得下雪很好玩 那你們多來幾次之後 你覺得下雪他媽的法 法刺 超級不喜歡下去 對啊 呵呵呵 超級不喜歡下雪 超討厭下雪 超討厭下雪 超討厭飛上班日下雪的 好啦 然後 好這次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吧 這一次的Oni...Lando 對 這邊的OniLando 這一次的活動 日版的活動 那這邊 基本上 不太會有 捏他的部分 所以應該還好啦 Ohio Ohio也是... Ohio也會駕雪啊 對啊 Ohio會啊 嗯 那這一次就24到10月7號 剛好跟 反中版的白色情人節一樣的結束時間 那 這邊其實大部分 應該都沒有什麼啦 然後我還是不懂一件事情 到底為什麼他要藏真名 就是九村童子啊 大家都知道他是 大家都是九村童子 怎麼 他到底藏那個問問問 一點意義都沒有啊 沒有啊 一點東西都沒有 那 這一次來講就是在這個鬼樂園裡面 轉圈圈 然後 然後 玩各式各樣的遊樂園 然後 就 喔 對提醒一下 10月30號是什麼時候啊 10月30號是禮拜 禮拜二 禮拜二一大早 就會有一個擊退戰 就是所謂我們之前講的 叫做什麼 擊退戰那個叫什麼東西 呃 就是 敵方共用血條 的類似那一種的 那種擊退戰 然後 我必須要講 擊退戰 依照目前的情況來講 會有很好的素材 所以我強烈建議 這一兩天可能要拼一下 就如果你是 算是玩的比較兇 農的比較兇的話 要注意一下 就是禮拜二早上 開的擊退戰 因為擊退戰 通常是共用血量 那 或者是比如說 像之前FAP的活作一樣 敵人是共用 比如說五萬個 只對像柱子那種方式 那 理論上 他掉的素材都會不錯 或者是掉的QP量都會大 所以如果要拼的話 所以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下 稍微 稍微 注意一下 真的可以 可以稍微 考量一下 台灣是七點半 對對對 應該是不至於那麼快 大家不是 阿你是不用上班上課 你是不用上班上課 是不是 對啊 所以但是就是這點 只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們真的要拼的話 嗯 擊退戰 然後最後之後就會加入 然後就 一切就結束啦 嗯 就到十月三十號當天早上 那 現階段的話齁 然後我建議一下 你們可以考慮拼一下點數 因為這一次他的系統比較特別 就是這一次他的禮裝的特攻倍率 是跟著你拿到的點數不同 你看像這邊來講的話 我的特攻現在140% 那 你可以看到他的禮裝 這次有特別 比如說 有在提 像比如說這張他有講嘛 那 他是100到500% 嘿 他是100到500%的變化量 也就是說 你的 活動的點數越高 你的火力就會越高 那 如果你的火力不夠高 你可能就 打怪就沒有那麼快 所以現階段來講 我建議與其 與其 你們去 農那些 呃 就是三個活動素材 我建議你們先打啦 先把這個點數打起來 當然能看 能不能打個100萬吧 如果來得及的話 看能不能打個100萬 那就在 目前好像比較多的是這一關 大概一場兩萬 所以打個 30場 40場之類就可以拿到 80萬 你打30% 幹我好險餘喔 我才140% 幹你們好威猛喔 呵呵呵 我現在才不到50萬 完了完了 我太鹹魚了 我太鹹魚了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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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反正 點數目前來講 就這一關 或是 這一關吧 欸不對 呃 這一關對不對 我這樣好像是這一關吧 火山的這一關 跟 跟 Mistory Forest 大概 大概這兩個吧 大概這兩個 一場大概差不多兩萬啦 所以打個 二三十場就有個 六十萬 對 可以啦 就是可是一定要 可是一定要 可是一定要吃果就是了 對 如果你願意 啊是秘密基地是不是 對啊秘密基地就這個吧 啊不對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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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對 啊不好意思剛剛看錯了 這個 這個才是存點數 秘密基地 那 嗯 看你們需求啦 可是你就必須要飛 你就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是拼命拼命拼命吃果 對 血無血無我剛剛拿錯 我剛剛地圖沒有拉上去 對 好吧 對拉到500%之後就真的是很順了 真的就很順了 就看你們吧 因為我記得這一關其實也差不多啦 這一關我記得點數也差不多是兩萬 但是這關比較難農一點耶 血量比較高 所以就 如果你真的討伐戰要拼的話 要做準備的話 建議就是先把點數拉起來 那如果沒差 你們真的覺得就反正隨意打 隨意結束啦 隨意怎麼樣 就OK的話 那就不急 對就不急 反正這個活動兩個禮拜啦 那如果你們現在要拼的話 就一下 一下就over了啦 一下就結束了 活動就把這樣 呃 然後 這一次的話 這一次真的還蠻好玩的 他算是在惡搞 普利QR跟 黃金神威的部分 ONIQR 那可能這邊有些玩家沒有看到過 他這一次 這一次很有趣的是 他劇情有做一些蠻大的特色 我稍微給你們看一下 這一次的一些 還蠻有趣的部分 還有一個 結尾的預告 然後我記得這一次還有一關 是在賣CP值 最氣 對 因為一直在放閃 然後我給你們看這一關 這關我最氣 欸是這個吧 啊玩這個 玩這個咖啡杯 玩這個咖啡杯 這個劇情最讓我生氣 對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他們活動真的做得很用心啊 這關我最氣 這關 這關就是他們每個人都在給我賣那個 賣那個 賣那個情侶 賣賞 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他們這一次是各個遊樂園的遊樂設施 就是巨炮 然後這一這一 他們現在到的這個遊樂設施是 那個 咖啡杯 咖啡杯 對 你看這群玩八蛋 你看這群玩八蛋 好啊玩咖啡杯啊 了不起喔 他們就很浪漫 最好他們全部賺出去 氣死 對 這關就很有趣啦 你有玩過嗎 可能在某個地方 想玩吧 對 他說他們就在坐在這邊 然後他們就在裡面 轉那個咖啡杯一樣 咖啡 咖啡 呵呵呵 然後還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再加加速 好 你看這一組就是凱撒跟艷后 然後 凱撒因為太胖了 所以就把艷后擠到旁邊去 然後看 好窄 好擠 對 啊 這個玩具啊 太擠了太擠了 抱歉了艷后 啊 你辛苦了 丟 沒關係 啊居然是凱撒大人 切身會加油的 嗯 而且 而且 而且還可以這樣擠在凱撒身邊的旁邊 嗯 就是貼得緊緊的 沒關係 啊 沙本的是很 是很那個 就是很 很怎麼講 很 很硬朗的 對 反正就是 這就是一群一群 一群 放閃 你看這邊這邊 就這邊講的 這邊就是他這邊講的 這邊講的你看 他這邊就說 抱歉 對不起 如果我再瘦一點的話 然後你看 對了 如果我 換上泳裝靈機改變的話 比如說變成 賴打的話 就應該可以了 他這邊說 如果他今天 他今天變成那個 賴打的話 就會變得比較瘦 對 凱撒大人 啊 回到原本的樣子 變成泳裝 這樣嗎 啊 好不容易我 好不容易我才能夠直視現實 就是 好不容易我才能夠直觀 就是胖凱撒的現實了 這樣子 切身該怎麼辦呢 就是大概 他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泳裝賴打的凱撒 然後這一組就是 母子洞吧 嗯 就是媽媽跟 兒子 抱 抱的緊緊的 要保護 要保護自己的那個 小孩 呵呵 可惡 這種對魔人嗎 啊不是不是 這種基巧媽媽 我還不 啊 還有這一組 苦獎苦獎 啊 吃吃 來吃可麗餅 超死了 烤死了 這是那個 那個 狂狗跟 梅斧組 然後還有布倫希爾德 然後布倫希爾德 他還 找錯了 呵呵呵呵 他找到席格菲了 因為歷史上 因為神話上來講 他原型 凱撒 為什麼 不行你不能用三星來講 不是你錯了 你知道嗎 歷史上來說 是彥後自己去 跑去找凱撒的好嗎 有忘了嗎 彥後是把自己 包在一個茅潭裡面 然後送到凱撒面前的 對不對 你今天不能瞧不起凱撒 你不能因為凱撒三星 就瞧不起他好嗎 啊 這可是 這可是五星親自過來的 對 然後他們就找錯 因為席格魯特在 席格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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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魯特 這算是席格菲的原型 對 你認錯人了 緊急事態 那個姐姐大人旁邊 有一個男性英靈靠近了 難道是席格魯特嗎 嗯 不 那是別的勇士 席格 席格菲大人 是嗎 嗯 好像不太像 嗯 又好像又好像不太像 那姐姐身邊有個英靈 該怎麼辦呢 宰了 呵呵呵呵 耶耶耶 不對不對 那是MASA的7 這邊可以和 和氣身材 和氣身材嗎 宰了 蘇魯斯 阿娃娃娃娃 這完全 完全不聽人講話 然後還有這一組 席格跟 黑針 好像很好玩耶 好玩個屁 跟我們屁事 我跟你又有什麼關係啊 嗯 騎格表示 賺 然後最氣的人就他了 好這邊大概後面就是講一些其他的一些部分 然後我看一下 我給他看一下那個預告好了 預告是蠻有蠻有趣的 他後面都會有預告 他這邊全部都是用那種普利QR的登場方式 等一下喔 我發現我這個聲音好像有點沒有抓到 可能要跳一下 他這邊還有W護法少女 就是二稿初代的那個 普利QR 其實我還蠻喜歡看光之美少女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就某個概念上來講 他們這一代就是二稿初代的 Ftariwa 然後他最有趣的 我說最有趣的是這一段 他這一次你每一章節打完之後 他都會有這一個 他會有一個結尾的一個廣告 對 他最後這個 這個 整個結尾的下回預告 也是跟普利QR的 是幾乎是一模 就是 模仿普利QR的方式 對 嘖 只能說 他們真的是在這種小地方 太過 太過用用心了 你就覺得 明明遊戲本體很笨 然後為什麼這麼好玩 對 就是這樣 幹為什麼這個遊戲系這麼笨的遊戲 可以讓可以課金課成這樣子 對 就只能說真的是 他們玩這種東西 玩到太猛了 玩到太猛了 欸 初代 如果你們要看OP跟ED的話 要去看 第三次的 去年的萬聖 台版還沒有啦 好 給你們偷看一下好了 欸 介意的人就 就必把佛 現在在這邊應該都已經不介意了啦 都已經不介意 都已經不怕了 會怕的應該早 大家早就怕揍了 如果你們要看OP OP的話 他們去年的那一次萬聖活動 做得蠻好的 欸 可是我忘記是 是哪一 是 在第幾節啊 呃 這個吧 應該是第一節吧 就是去年的那個 萬聖節活動的一開始 可是我忘記OP是不是做在這個裡面呢 我要確認一下 不知道是1還是2 對我記得好像在其中一個 我要確認一下 他就有做OP 呃 好像是2的樣子 我怎麼記得好像是2啊 我跳一下好了 看一下 呃 沒有那麼快 2是不是 喔 有人說是2喔 好那是2吧 嗯這個 可是我不覺得它是哪一段出來的 看一下 欸 到底是1還是2啊 等一下 你們剛剛所有人說是2 有人說是1 有人說是1的那段跳過就對了 啊不對啊 可是看來這邊應該已經過了吧 所以應該是1 應該還是1的那一段吧 嗯 嗯 他OP的話應該 那應該是1啦 那應該是1的 1的尾巴 應該是1的尾巴 直接跳 跳兩次 啊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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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就有這樣一段啦 他這一段 但當時搞的就是跟那個哥吉拉VS機械哥吉拉一樣 他就有特意做一個那個開場 然後也都是仿當年的那個畫面的結構方式 嗯 喔 Dill之六喔 還很遠喔 還很遠欸 呃 然後他其實這一次的鬼島活動 我覺得他有刻意再去 壓狂藍絲的周回效率 呃 應該有人有發現啦 就是 他像是他後來開的這幾關 像是比如說 Foodle Code的這些 金蘋果的關卡跟 呃 MysteryFordlet的 Mila House也是 他已經 刻意在 他刻意在第一批給你放三隻狂隻 你的NP會回收不了 欸我不確定 這樣聽不聽得懂 我直接示範也是 跟你們講一次好了 就是 他有刻意去 壓你的一些 壓你的沒有辦法周回 周回的狀況 就 就其實是故意的 他是真的是完全故意的 像比如說這種嘛 你看常用的 慣用周回隊來講的話 呃 因為狂蘭絲能夠處理的 最高血量 在第三波是 22萬上下 那第二波是在 10萬左右 所以講白 你只要你第二波超過 10萬 欸這關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 我記錯了不是這一關 對 這一關是能回收的 欸放三狂隻的話 是回收不了的 還有幾關有刻意在壓你的NP 所以 炎骷王 我沒有炎骷王 我不確定炎骷王的傷害 它落在哪裡 因為 呃 狂蘭絲我習慣用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 狂蘭絲大概 大概的傷害範圍 就是 一波 呃它第一波的話 差不多在總 大概在7萬到8萬 然後第二波在10萬 然後第三波是22萬 這是狂蘭絲能處理的血量上限 那 你看這一隻 它就刻意給你放到15萬 也就是放到15萬的情況之下 你狂蘭絲 純寶具是打不死 打不死 打不死 打不死第三隻的 對 那基本上一定 一定需要配 配上其他的牌 可是我炎骷王寶一阿 炎骷王寶一一定不可能阿 炎骷王至少要寶3以上 才有辦法跟寶5的狂蘭絲 狂蘭絲持品阿 至少要寶5以上 你看會剩很多阿 那不然就是把 點數農上去阿 用平A的方式 對 但是這要等後來 這要等我點數開始拉起來 你看這邊也是給30萬阿 也是刻意有點說 不讓你充量的 然後後面血量其實越給越高阿 我點數不...沒有 因為我沒有用 我沒有靠點 點數再農阿 不然就是穿活動禮裝 然後用靠平A去打阿 那你就要...對 那不然就是你要把 狂蘭絲的 等級上 練起來 對 狂蜀就沒有辦法 你還是會差一點點 如果沒有辦法 你看他的迴避 幹 狂...伯爵不行 不是阿 就狂蘭絲都不行的情況之下 你們怎麼會覺得伯爵可以呢 其實... 不然就是你把他點...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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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數拉起來 剩下就靠...靠...靠點數 什麼 你要說...好累其實也還好啦 反正...他就是這樣的一個設計阿 那但是... 但是感覺的出來啦 那目前來說 他們是有開始在... 在盡量說去... 調整說... 不要讓狂蘭絲太好過了 不要讓狂蘭絲太好過 這個完全感覺出來 我覺得... 這樣算好嗎 呵呵呵呵 而且這個座位血量真的還蠻誇張的 以前... 第二波... 10萬以上血通常都是單一隻啦 通常都是單一隻 嗯... 比較不會說給...給到...給到這麼多 那...反正無法偶就等... 把點數農起來 然後...之後就換上平A 對啊...但是... 但是問題來了阿 不是...但是這有一個問題阿 就是你在打點數的時候 還是要周回阿 對不對 你在打點...你在打到500%之前 重點不是你500% 是你... 500%之前... 你還不是要周回 那當然阿 你說如果你去周回秘密基地的話 效率...就還好 因為... 呃...秘密基地周回起來就相... 相...相... 相... 相較簡單很多 這個...這個我...我承認阿 就是... 除非你說你今天是秘密基地... 先拼上去 然後你之後再換禮裝周回 對啊...可是你要考慮的是 你在到500%之前 你... 周回...也是要花時間的 對啊...也是要花時間 所以... 對啦...會越來越快 但是...就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我...我已經... 好不容易才讓我找到一個狂藍士 這麼無腦的隊伍 你為什麼要這樣搞我 2號 2號你為什麼要這樣搞我 不要... 可以讓我開開心心一樣嗎 不過其實也OK了啦 我覺得...已經夠猛了啦 這樣火力已經夠好了 可以接受 欸... 我看看阿 好 這邊差不多... 喔!對!我要給你們看一個東西 然後... 那這邊萬聖節大概就到這裡 欸... 如果靠換人禮裝就簡單很多 如果要換人就簡單很多 只是我懶得換人而已 欸...我這邊不想換人啦 然後...今天我有看到一個部分 欸...就是這個 啾啾啾啾啾 今天看到一個推特 對...看到一個推特 吼... 幹... 這個...這個...這個...真的太威猛了 這個真的太威猛了 這個人... 好像... 他是說... 他總共抽了... 20隻的... 喜... 喜... 他抽了20隻的喜多娜 欸... 20隻 然後...他還有三隻練到... 兩隻練到... 一百級的伊利阿 一隻九十 然後下面滿滿的一堆伊利阿 啊... 我先想說... 幹...先生... 你還好嗎? 蛤... 我真的很想問他說 你... 你還OK嗎? 啊... Are you OK? 你...你真的還好嗎? 而且他...他不是... 也不是改... 他這邊還有...有正名 你看到沒有... 這邊是有...是有正名的 也是有正名的 武紀名名字 那我可以體會到他對伊利阿的愛啦 這次也沒有必要這樣嗎? 是...是...大哥 你也...你也...你也沒有必要這樣嗎? 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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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覺得這已經...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愛或是什麼的問題了 我覺得這... 真愛阿... 真愛阿... 恩... 就像有... 就像我記得FGO有一個玩家的倉庫裡面 全部都是... 親機是一樣的道理 我...是... 好像... 我記得有一個人他練了一大堆的親機 恩... 有...有啦...有...有一個 對啊 喔...是嗎?他有說19跟20是一起到喔 這我倒沒有看到那張圖 對啊 喔...是因為這樣擺的關係 所以他19跟20是一起到是不是 喔...這我倒沒有注意到 對...不過還好親機簡單... 簡單太多了啦 親機簡單太多了 親機就只是要練而已 對...他還有練耶 他還練兩隻一百級 一隻九十級 然後下面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 恩... 幹... 你這樣...還有一個是玉藻 我看起來還蠻不...可見我對賴光的愛還不夠 等一下 你是不是覺得我今天也是要抽... 兩...兩隻一百級的賴光 再抽兩隻一百級的槍賴光 然後這樣塞滿我的畫面嗎? 你們到底有什麼毛病沒有喔 我抽那麼多... 證明我對媽媽沒有愛 我...我抽那麼多賴光到底幹什麼 你可以跟我講 我抽出賴光到底幹什麼 我到底幹什麼 你可以跟我講 這賴光到底幹什麼 我不懂 I don't fucking know OK 真的是賴光的死事 日本人... 日本人有時候在這種... 日本有時候在這種莫名其妙的地方 真的還蠻可怕的 對啊 OK好 那我們聚入今天最後一個部分吧 哇其實今天額外講一講也蠻長的 這個 恩... 這一次的... AGF 2018 嘿它叫做... Anime Girl Festival吧 11月10號到11號 10點到5點在池袋的Sunshine City 恩...如果大家都知道池袋 池袋本來就是一個... Odomeko的那個... Nodomeko像的... 的ACG聖地 對...就是簡單講就是比較... 也不能講服女像 應該說女性像 像我記得池袋的虎之穴 就幾乎都是女性像為主 所以它是在池袋的Sunshine City那邊舉辦 那... AGF 2018的意思叫做... Anime Girl Festival 就是... 動漫... 就是專門為女... 比較算是給女性準備的... 的一個... 一個展覽跟活動 那你可以看他選的作品嘛 Idle Master Side M 然後為公家的晚餐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 對不起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作品啊 什麼啊 疲れた男は一面されています 我完全看不懂這什麼 怎樣 看不懂 然後...Banana Fish 什麼...香蕉魚喔 這什麼...好看嗎 看起來還蠻有趣的耶 然後...這個是那個... FGO 這什麼啊 這什麼作品啊 嗯? Beluseppu Beluseppu不是那個嗎 Beluseppu不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蒼蠅王嗎 蒼蠅王大...大小姐喔 很小 我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蒼蠅王大小姐 好吧 他們就有一些周邊商品 那其他我們就不看了吧 那... 衛公家 衛公家有這個 這是什麼 啊這是有那個... 徽章 衛公家的徽章 喔新翻喔 好看嗎 好看我之後可以來看看 然後這是什麼 衛公家是什麼 蒼蠅王大小姐 這是那個... 我常講的那個... 壓克力版 壓克力版 然後這是一個... 馬克杯 欸... 湯... 湯馬克杯 裝湯馬克杯 應該是可以拉開來的 好 只要別西普大小姐喜歡就好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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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很硬派 很療癒 香蕉魚好看喔 我覺得香蕉魚還蠻對我胃口的欸 我覺得這部還蠻對我 就是剛看封面是我喜歡的啦 就是純看封面算... 算是我應該會喜歡的作品 對 至於別西普大小姐 就不知道欸 到時候...到時候 有空再補補看吧 然後FGO的話 這邊 欸...就是那個 一樣是小徽章 然後... 這邊就是以前的情人節禮裝 然後拿出來就是當作... 呃... Crea5是資料夾 資料夾... 的... 送的 那就是之前那個 白色情人節的禮裝 喔... 被最想擁抱的男人威脅了 嘶... 我覺得很好啊 哈哈哈 糟糕 怎麼辦 我這是抖... 抖M的心態嗎 可是我覺得很好啊 被... 被我被最想擁抱的男人威脅了 很好啊 感覺... 感覺那個男人如果... 不是你要想啊 感覺那個男人威脅了你 一定是要你做一些... 呃... 比如說去巷口幫你買個雞排啊 對不對 比如說他一定會要求你喝下那個... 白... 像是... 呃... 比如說像是... 比如說優柔乳嘛 他不知道優柔乳過期了沒有 就會叫你喝嘛 對不對 類似這樣子 我覺得挺好的啊 是不是 我覺得... 好像不錯啊 就標題來講我覺得很好啊 我被... 我被... 我覺得結論上來... 不是 重點是兩個男的 我覺得沒錯啊 因為本來那就是BL作品 BL作品本來就是兩個男的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來講是很... 很OK的啊 就很OK的啊 對不對 你們想啊 如果今天你們被一個 你們最想在一起的那個... 女孩子威脅了對不對 這在業界是種獎勵啊 是不是 對不對 你們想想看 那個作品啊 呃... 其實我是很少看這類作品啊 你們...你們也懂了對不對 我不太懂啊 就比如說 今天有一個美少女啊 你很喜歡的 然後威脅你啊 之類的 好像不錯 呵呵呵呵 好 就...就...就這麼一回事 好 沒事 沒事沒事 行 呃... 然後... 這也是啊 白琴的禮裝 呃... 是去年的 呃... 然後這一個就是... 什麼啊 魔夫... 呃... 不知道什麼東西 魔夫魔夫 應該是... 軟綿綿的掛肘之類的嗎 呃... 毛茸茸的掛肘吧 我不知道 有人看懂這是什麼 魔夫魔夫就是那個毛茸茸的啊 肘... 肘不是膝蓋嗎 這是不是鋪在膝蓋上的啊 欸... 等一下喔 這個東西感覺是不是就是你天冷的時候可以... 可以... 放在... 腳... 腳...腳上的那種東西啊 是嗎 是那種天冷的時候可以放... 放在腳上的那個... 毛...毛巾毯之類的吧 嗯... 應該是吧 有... 桌巾喔 護膝 還是毛毯...毯子吧 就是毯子那種吧 嗯... 嗯... 這毯子吧 嗯... 說就要記住不要記住好嗎 雨根要小心的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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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是這種人呢 好... 應該是毛毯之類的 飛機上的毛毯子 可能啦可能啦 就... 你看你們就可以挑一個喜歡的啊 就可以放在你們大腿上 好像也不錯欸 挺好的啊 你看四個狗哥 你原來沒四個狗哥躺在你大腿上 阿死 完美 好 太棒了 嗯... 完美 啊... 我怎麼被雨根傳... 等一下 雨根真的有感冒嗎 雨根真的有感冒嗎 卡 如果我被他傳染我一定把他打死 不會啦不會啦 呵呵呵呵 然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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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應該是很多人受不了 對 這個就是左邊就是拉爾 中間是金閃 然後右邊就是有跟我87%像的那個... 那個那個... 舊劍 對 然後這就是三隻王 然後... 他這個是一個那個... 嘖 掛畫 掛畫 然後好像有三種尺寸 我記得我那時候看... 我看了一下 好像是有A3、A4、A5的三種版本 我記得好像是啦 確認一下 給我看一下 對 他有A5 A4、A3 我看一下 好貴喔 A4就要一萬三喔 哇靠 A5、A3要兩萬 日幣 6000多 A5好便宜喔 如果是A5和牛就好了 可是A5很小吧 A4也就這麼大 A4是A5、A3的...A5的一倍 A3啊 那真的很小 A3、A5很小耶 框會更大 對啊他有框 所以應該會... 我覺得這種東西要買的話 就一定是買兩萬的啊 這種東西一定是買大一點啊 就兩單啊 看不到臉我比啥喔 好對齁 看不到我的臉 真是淒涼 A3大概這麼大吧 A3大概好像就這麼大而已 女人的錢真好賺 你錯了 男人的錢也很好賺 我跟你講 會講女...女人的錢真好賺這種太天真 你們以為男人的錢就不好賺嗎 不過我必要講啊 這個真的要買... 我一定會買兩萬啊 如果我要買的話 對啊 A4不大啊 兩張A5是一個A4耶 兩張A4是一個A3啊 這種東西就要大一點才有破例吧 欸對耶你們有說 這是Prototype組沒錯耶 這是那個... 蒼蠅的那個... 蒼蠅的那...那...那...那三位啊 蒼蠅的... 賴打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 奧斯曼迪亞斯 然後Prototype的金閃 雖然它不是Prototype的版本啦 然後再加上那個... 那個... 阿薩潘德拉罡啊 潘德拉罡 呃...A5O 嗯... 可是...喔對喔 A5O不是齁 對...它是阿拉石 蒼蠅是阿拉石 因為我剛剛只是腦袋想的是說 金閃也有一個Prototype版 可是那個Prototype版 是...原本的Prototype 不是在蒼蠅裡面的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 是大...大...大英雄 對中間不是...不是不是 是大英雄 啊...那這樣是什麼 那這樣只是三個帥哥而已喔 好吧 嗯...好啦就三個王吧 嗯... 這還蠻帥的啦 我看這個西裝 嗯...金閃還沒有打臉帶 嗯... 不過好像有一套還真的蠻... 跟舊劍那樣長得蠻像的 然後...這個... collection figure 好啦...隨便啦 好...它要出第三彈了 還是沒有賴光 等於有賴光我再買吧 欸...這好可愛喔 這什麼 呵呵呵呵 好智障的東西喔 嗯...大概就這樣吧 其他的商品... 沒什麼吧 也是立牌 灌徽章 這個娃娃 這種小娃娃 嗯? 後面那幅油畫的捏 它是亞瑟王出病毒 真的嗎? 這張嗎? 是喔? 你們... 居然...居然你們... 你們有人... 有人發現這個梗 我還真沒有發現 好像這是亞瑟... 亞瑟出病毒 這...這捏它也太過分了吧 Prototype的救賞會不會出喔? 我跟你講啦 遲早啦 遲早啦 結果跟你們講啦 月姬合作一定會來 記住DA這句話 月姬合作一定會來 一定一定一定會來 只是現在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而已 真的 真的現在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我跟你講 既然我講月姬合作 一定會來 好我再講一次 我跟你講我都已經 我都已經把他們想好了 阿爾奎亞五星 然後... 那個... 呃... 咖哩學姐跟那個誰 咖哩學姐跟秋葉 四星角色 然後... 智貴一定是四星活動角 對 呃... 禮裝的話 三星禮裝一定是羅雅 或者是那個誰 龍之戒 欸不對龍之戒是FGO的 欸那個那個男的叫什麼 呃...四季吧 四季 呃四季 呃... 羅雅跟四季吧 然後...四星的禮裝 一定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中國女孩跟那個... 欸他叫什麼名字 突然間要忘記了 就那些熊貓 熊貓那個他叫什麼名字 熊貓跟那個... 呃... 欸...熊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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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貓那隻叫什麼 熊貓熊貓熊貓那隻叫什麼 熊貓熊貓... 忘了... 然後... 五星禮裝一定是那個... 翡翠琥珀姐妹 嘖... 記住這句話 我以後把它存起來 對啊等哪一天 哪一天那個... 哪一天... 哪一天那個... 活動出的時候 看我講得準不準 啊五月...欸 不是... 嘟骨...啊...嘟骨嘟骨 對對對...嘟骨 琥珀翠一定是... 五星禮裝啊 四星禮裝就嘟骨啦 然後三星就是羅雅跟那個... 那個那個四季啊 然後... 活動角就是... 四星... 四星的... 原野之貴啊 然後... 圖滿然後第四... 零基四突破就變七夜之貴啦 四星兩隻就... 皮板跟那個... 嘎里亞 然後五星就... 阿爾奎特啊 來!各位 看我到時候... 看我到時候... 看我到時候猜準不準... 直接就不好說了 直接不好說 直接不好說 但是... 但是我覺得... 應該是不會差... 應該不會差太遠啦 然後... XP裡抓就是貓雞沒錯 超可愛版的... 貓雞 不不不... 智貴一定是給活動角 智貴應該是給活動角 對... 痾... 至於... 啊... 半年前我也說過呀 對啊還沒出啊 還沒而已啊 遲早啦 我跟你講會出啦 一定會出 一定會出 一定會出啦 三隻英靈還好啊 我覺得三隻不算多啊 活動出三隻我覺得... OK啦 對 嗯... 你... 可是你說的是extra裡面的 那個隱藏boss啊 但我覺得那個... 痾... 不知道耶 看他怎麼改吧 但是那個... 那個是extra的隱藏boss 那也不算是正規... 正規...正規的 那就看他們到時候... 看他都會怎麼樣 呵呵... 喔好期待喔 可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快啦 我真的覺得沒有那麼快 今年內我覺得 機會應該都不高 嗯... 今年之內... 我覺得... 機會應該... 應該... 不會出來啦 痾... 真的要出大概也是第二部 結束之後吧 舊Fate合作 你說Prototype嗎 我覺得應該不會啦 接下來 痾... 魔法使之夜合作 我覺得有點... 不是說有點難 比較... 嗯... 不知道耶 魔法使合作 那乾脆來直接那個啊 UO鋼製大地好啦 來啊 大家互相傷害啊 全部都打擊退戰啊 呵呵呵... 欸是嗎? 隱藏boss兩儀式 喔那我搞錯耶 因為extra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我沒有自己玩啦 我也只是大概知道而已 恩... 喔... 所以隱藏是兩儀式才對 OK好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因為我對extra系列 因為當年真的覺得不好玩 我當年也是玩一下就覺得沒有很好玩 不知道為什麼Fate的遊戲都奇怪 其實它本質遊戲都沒有很好玩 呵呵... 它的遊戲都沒有很好 這很怪 真的 Fate遊戲extra系列 痾... 格鬥那款 我好像只有摸一下下吧 然後老實講FGO大型機台 我覺得也是... 微妙微妙的 對 我覺得也是微妙微妙的 看吧 看他們... 要怎麼搞吧 哎呀算了啦 就要趕快先把... 先把那個... 月機重製做出來啦 2020... 2020幾年 20... 2013-14年的消息都丟啦 那現在月機... 月機重製到現在... 月機R 現在連個普都沒有 八成... 八成... 月機合作也是跟月機R一起上啦 如果真的要這樣的話 那就等看看月機R出來的那天吧 唉... 但是FGO現在賺成這個樣子 月機R要出來的那天 今天...也不知道是...哪一日啊 赫年、赫月 真的不知道赫年、赫月 不知道月基雅先出還是魔法使之夜2會先出呢? 我覺得FGO第三部會先出怎麼辦 好吧 那...差不多就... 先這樣吧,我們來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吧 如果二次事件不連動就是要追加那個女主角啊 叫什麼名字我忘了,他的武器是聖槍嘛 對 HF電影版都還沒做完,你現在才出到第二部 還有第三部,你就想哪有那麼快 為什麼他們都出那麼慢,不能出快一點嗎? 好慢喔 想幫你們課金都課不了 村正喔,村正我跟你講不會那麼快 村正不會那麼快 村正不會那麼快 葛雷,啊,對對對對對 葛雷,我忘記了 我忘記葛雷,2017,2017禮裝隨便換 認真跟你講,隨便換 如果你身上真的沒有什麼50NP禮裝 你就換老師與我,不然基本上隨便換 懷舊特點還有第二代嗎? 看機會啦,當然要聊的東西有很多 但是目前來講也要抓時間才有辦法 我有玩公主連結嗎? 木遊 沒有,沒什麼太大興趣 我對公主連結沒什麼興趣,我認真講 我認真講沒有什麼太大興趣 我現在也沒有,主要是我也沒有什麼時間玩啦 對啊,主要是也沒有什麼時間玩 下週五再直播到這邊,好累喔 累死了 雨根也會累啊 好累喔 葛雷可愛,葛雷是蠻可愛的 嗯,新年新年會不會死嗎 新年應該都是加全新角色 目前連續兩年的新 呃 新年角都是純新的角色 對 呵呵,沒時間有錢我也沒錢啦 我有錢我還不課 我還不每個課保母嗎? 我還不每個課保母 為什麼你看那天瘦今天又比較胖 應該是剪頭髮啦 我覺得是髮型的關係啦 不然就是鏡頭,應該是鏡頭的關係啦 這鏡頭可能壞了 我還是拿去把它紅燒好了 會不會繼續跑恐怖RPG喔? 有,我有騙,但是 呃,會找時間跑 神童之歌跑二週目嗎? 跑完了 跑完了,我還沒放影片而已,跑完了 對啊,我還多玩個公主連結 我怎麼可能有空玩 我現在最多偶爾玩完龍族拼圖而已啦 對 我現在真的就是偶爾玩個龍族拼圖 喔 欸,等到幾點喔? 五點 那天到早上五點 北斋主線沒有出場 應該會啦 應該是會有機會 對 哇,差不多10點50了 差不多差不多了 好吧 二次事件不有啊 我有看第一集啊 我有看第一集 大概這樣吧 之後會不會攻略會啊 那如果有的話會碰啊 好啦 那就先這樣吧 對啊 龍伴的系統感覺是不是很難 其實我沒有碰龍伴 所以問我不準 但是照朋友有在玩來講 算好玩 算蠻好玩的東西 那大概就先這樣吧 現在已經時間五十了 大家也差不多 呃 禮拜一 準備上班上課了吧 對不對 好啦,那就也不打擾各位的休息時間 那我們今天時光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 一樣啦 抽卡都能抽到想抽的東西 然後就 準備下禮拜的活動吧 好啦,各位就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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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見到這邊 看不見 OK 啊 還有一張 人一張 有些什麼